这是你身上的阔约机,这个也是,这个也是。 事实上,阔约机不只存在于局部地区, 人的眼睛里,食道上下,小肠,尿道,甚至毛细血管为了调节血流, 也拥有属于它的阔约机,人体有超过60多种阔约机。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维持人体自然通道的开启与闭合, 像是身体里的一个个门,负责体内物质的阻截和放行。 这种功能得益于人体精妙的调控系统, 同时,一种神经地质乙线胆碱也是必不可少的。 乙线胆碱的功能之一便是,收缩和移动肌肉。 1867年,德国化学家阿道夫·贝耶第一次解析出了胆碱和乙线胆碱的化学结构, 然后他将乙线胆碱称之为乙线神经素, 这也是第一种被人类发现的神经地质。 在后续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给老鼠注射乙线胆碱便可以降低他的血压。 这是人们发现的乙线胆碱的第一种功能。 不过乙线胆碱的功能不止于此, 它关联于记忆、认知、梦境和睡眠。 同时,人体肌肉活动也需要乙线胆碱作为信使来激活。 这里面包括了骨骼机,也包括了平滑机。 如果使用乙线胆碱解抗剂,也就是会阻断乙线胆碱受体的分子, 那么便会抑制乙线胆碱所对应的各种功能。 比如使用东浪档解, 天气、提取物阻断胆碱能受体, 那么人就可能会发生痛苦散大, 内分泌功能被抑制等异常生理反应。 严重者可能会危及生命。 著名的毒素肉毒杆菌毒素也会抑制胆碱能神经系统的运作, 它会阻断以前胆碱从神经肌肉接头的周突释放, 继而导致肌肉松弛性麻痹。 肉毒杆菌毒素中毒者会产生严重的肌无力反应, 严重者会因为呼吸机麻痹窒息而死。 基于这样一种抑制肌肉收缩的能力, 肉毒杆菌毒素也会被用于改善肌肉过度紧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把稀释过的肉毒杆菌毒素用来美容储咒, 或者降低局部扩椰肌因为过度紧缩所产生的刚烈风险。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开头所提到的扩椰肌。 理性胆碱影响着身体扩椰肌的收缩, 如果胆碱功能被抑制, 那么就会表现为瞳孔扩大, 大小便失禁等非收紧状态。 读入动物在死亡后, 扩椰肌会失去约束自然松弛, 所以生前储存的一些内容物就没有了管制力量。 然后它们就会从相关通道奔异而出, 这是死亡给人带来的最后一个不体面。 理性胆碱是副胶感神经系统的主要神经地质, 它会刺激所有接受副胶感神经支配的外分泌线的激活, 比如消化线、汗线、唾液线、泪线等。 这里面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副胶感神经。 这套神经系统主要负责自我修复的相关活动, 例如睡眠、消化、进食、排泄、勃起、繁殖等日常琐事。 相对的, 胶感神经功能会与之相反。 它会抑制分泌线的分泌、加速心跳和平滑肌收缩等。 思考和站桃反应都是由胶感神经所支配的。 人在紧张状态下胶感神经启动比较多, 而放松状态下, 副胶感神经会更多的激活。 举个例子就是, 你不能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拉屎。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大概率是大小便失禁。 所以人在排泄肥料的时候, 是需要进入到一个松弛的心理状态的。 这个时候, 副胶感神经便会运作。 以心胆碱会刺激膀胱以及肠道收缩, 然后让人产生排空压力, 也就是让人产生死液或者尿液。 如此造香工程便可以顺利进行。 而枯叶肌的松弛则 需要另外一种神经地质的参与。 这种神经地质便是一种无积分子, 一氧化氮。 虽然一氧化氮和常规的神经地质还是有些区别的, 看起来不像好人, 无个人是离不开这种物质的, 身体的多种细胞会自行合成。 一氧化氮的主要功能是, 它会使人体扩跃肌变得松弛。 这里的扩跃肌不仅仅是肛门扩跃肌, 也包括了其他部位的扩跃肌以及平滑肌。 一氧化氮对身体的主要影响是, 松弛平滑肌以及舒张血管。 这种功能的附带作用是, 一氧化氮会引发海绵体动脉的舒张, 然后加剧血液的流入。 如此, 一个站起来的生理反应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基于这样一种生物学关系, 人类便发明了希地纳菲这类一氧化氮补充剂, 用来安抚那些平滑肌功能受损的中老年人。 我们知道人体可以自主产生一氧化氮, 简要的生物合成步骤是, L氧氨酸在一氧化氮合成酶的作用下生成L瓜氨酸并释放一氧化氮。 作用上面已经说过了可以放松平滑肌并促进一些享乐功能。 如果男性想要增加一氧化氮的生成提升个人能力, 那么会有以下五种方法。 其一是摄取含有硝酸盐的新鲜蔬菜, 比如菠菜、生菜。 其二是抗氧化剂的摄取, 比如维C。 其三是基础物质的摄入, 比如L氧氨酸以及L瓜氨酸。 这是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基础氨基酸, 日常即可获取。 其四是漱口水使用的限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口腔中的部分细菌会参与生产一氧化氮, 杀灭它们就是消灭了一些地质来源。 其五是促进身体的血液流动。 这个很好理解, 运动由于健康这个口号一直在说, 让人变好的方法就是那么几种, 吃好睡好运动好。 而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前提可能是需要心情好, 心情不好经常内耗拖延的人是不大可能有足量的运动。 所以心理健康对人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先放下不说,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神经地质、 理线胆碱和一氧化氮。 各地分子在身体里的主要表现是, 调节身体部分功能的紧张与松弛, 或者说通道的打开与关闭。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了这个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 这个法则就是阴阳、黑白、空满和有无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越是本质的东西就会越简单, 翻来覆去就这点东西。 简单的堆积会让复杂变得无限多。 而人体神经细胞的基本活动也遵从着这样的规律。 神经系统的活动也遵从着有和无这种最基本的法则。 神经纤维的活动是没有中间态的, 要么是有,要么是无。 这种特性被学者称为全有或全无定律。 单个神经纤维受到刺激它会以最高规格的唤起作为响应, 要么就是完全没有反应。 这种现象和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布劳恩在1906年发明的二极管是一样的, 只允许存在一种状态不允许有中间态。 说这些是为了表述人作为一个生物单元, 最底层的反射基础神经元遵从的便是二极管原则。 要么黑,要么白,要么有,要么无。 所以人类的心智模型天然就是二极管思维, 每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都是一个天然的二极管。 不过随着成长的加深和心智的发展, 许多优秀个体会逐渐退去掉这种幼态思维, 发展出一种更成熟的思维方式,整合思维。 二元思维是偏执的,不能整合好坏对错是非的, 这种思维不仅会让自己痛苦, 也会让身边的人一起痛苦。 而整合思维是一元的, 如果人拥有整合思维, 那么便会很好的接纳现实允许当下, 追求且不强求。 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充分唤醒个体的潜能, 而且也会因为自身的光芒将其他人点亮, 它是一种充满爱与智慧的能量。 不过话虽如此, 真正能做到的人又是极少的, 毕竟知道和做到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 所有人都会有执念, 都会有不容忍。 这些固执背后的情节不消除, 人就很容易陷入到二元对立中。 如果想要修复这种二元冲突, 心理学还是一个最佳选择。 虽然哲学很强大很有智慧, 但是有精神问题的哲学家真的很多。 像尼采、卢梭、海德格尔、舒本华、 克尔凯古尔这些人, 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与精神问题。 人之所以去思考人生、思考哲学, 很大可能性是因为无聊或者痛苦。 很多人回避痛苦的方式就是思考。 而幸福的人是不需要去思考, 去追问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的。 幸福永远简单,而痛苦永远复杂。